我們現在在哪裡? 都蘭 都蘭 我們現在要去看都蘭的國小的背包 到底是要去哪邊買 那個袋子好大喔 對 然後我們過去看看 這個袋子也太大了吧 對啊 可以裝一個嗎 好誇張耶 好多包包喔 都蘭都蘭都蘭 超級多的 蛤? 我賣菜耶 這邊是菜市場啊 多包包嗎? 這邊超多包包 部分比較滿滿 難滿的都是欸 可以這樣搭著 好棒 後面全都是包包 好酷喔 全部都是瑞蘭商店 欸它可以現場製作 可以現場製作 你把 fame 要買背包 一起 status astron焙 很酷喔 價格 對啊 我以為本來就只有這個書包而已 它其實有蠻多樣式的 對啊 超級多樣式 我們推薦可以來這邊自己選 就是編料 它的編料你可以自己選 然後現場製作 然後它有這個手包小的 全部都有耶 像這個零劍包放的 輕鬆的包 台灣小區 忽然國小 所以裝零錢包那些都很方便耶 完全紅色 這有阿美族的感覺 對 小的你出給那個客人也沒有 老闆有 對 老闆要有打磨 開磨才有辦法做 阿Yuma就是沒有做 很幸運耶 我跟你們都是做 真的 因為這邊現場 大家學生的需求 所以編包就開發越來越多 對 很多種 然後越來越變化越來越多 小都打全部都有 而且是好像現做耶 我剛剛看他們是不是自己挑Logo 對對對 然後自己挑圖啊 自己搭配 嗯 當一下設計師 哇 好好玩喔 對啊 欸 歡迎大家來這邊喔 這邊是杜蘭國小的菜市場是不是 對對對 可以來玩 可以來玩 對啊 大家什麼東西都有賣 然後完整的杜蘭國小包包 全部都有 一應俱全 你看 這是新款的 對啊 剛好就可以買到一個 好幸運 就只有這邊才有 難怪客人都會問說 欸 這個大腳好像可以耶 我真的好剛好耶 這對我來講才剛好 而且還可以 而且還可以量身訂做耶 對對 那腳都可以選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你看 我這樣就一組了 很好看耶 很好看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看我的手機喔 我的手機 也是一樣的 我好喜歡這一個喔 真的很會的 真的很好看耶 很會搭 對 我是搭配一整組 好 OK 老闆娘說什麼就什麼 就全部讓你挑這樣子 看你喜歡什麼 你就挑什麼 過了 那剛好 這個搭配他的 啊這個搭配什麼 耶 我們買到送您錢包耶 買到送您錢包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吧 對啊 然後我跟你講喔 如果說你要選車奉獻的話 這邊 這邊 有很多可以選擇 也太多了吧 你看一下這個好可愛喔 這超童趣的 對 那個 布隆組的不愛 很特別 這是布隆組的 你看到你那個大小的 現在就是布隆組 很可愛 跟你一樣可愛耶 我們買了很多那個布隆的包包 而且他的那個 手工真的非常的扎實 對 而且旁邊那個老闆就開始 開始在忙了這樣子 對啊 記得大家搜尋 風展商行 好 風展商行喔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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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可以買菜喔 還可以買菜 對 肚子餓了千萬不要忘記來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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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耶 千萬都蘭遺址 都蘭遺址 是這條嗎 對 都蘭遺址就是這條 感覺好像完全一點的類都沒有 對 為什麼這邊會有遺址 代表這裡是 本來是 就是 保地 圓圓圆竹 不是啊 這是歷史的圓圆 例如說 可能是哪一個 非南族啊 或者是什麼族的 那邊 我們到都蘭遺址 都蘭遺址 都蘭遺址 他說在右手邊 在這裡 那好吃這裡 我也不知道耶 可是他寫石棺區耶 我們現在到了杜蘭遺址的石棺區耶 然後他最早是在1927年 由日本知名的國務學者陸也中所 來這裡進行地表的調查 這邊的杜蘭遺址已經很深山裡面了 所以這附近好像幾乎什麼都沒有 也都沒有人 所以就是說來這邊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我們這邊有分三個處點 一個是石壁群岩關丹石的石板關 所以他其實都是石棺 因為我這邊不敢走進來 所以就由我來進來探一下路 我們走進來不用三分鐘喔 我們這邊就看到這個考古遺址 考古遺址就在這裡 杜蘭遺址的一個石棺區 就是這個石棺 石棺有沒有就是這個地方 他這邊好像應該也是有一些小徑可以走 但是基本上說都被封住了 所以他現在就只剩下這邊的石棺區可以看喔 那我們就走回去吧 從路口處走進來大概不用三分鐘 他說這個岩關有兩種功能 一個是儲水 或者說祭司和儀式有關係 都蘭部落是阿美族的發源地耶 對啊 然後這邊是石壁區可以沿著過去 這裡叫做阿杜蘭 然後是在後期 最一開始叫基卡拉山啊 到後期才叫阿杜蘭 然後到現在才變成杜蘭 都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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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放香菸跟兵 你會以為是垃圾對不對 我以為是垃圾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是阿美族的人 他們來到這裡 祖林就是報告他有回來這裡 對 因為阿美族是一個很愛家的一個族群 對啊 所以我想應該是這樣吧 好吧 那我們去看看喔 走 沿路沿著附道走 結果我覺得他這邊還算整理的蠻乾淨的 嗯 這個就是石壁區嗎 這個喔 就是這個圈圈嗎 對的 它就這樣繞一圈 它是這個石壁繞一圈 這個石壁 所以有三個石壁 對它有三個 這個叫做孕婦石 這個是孕婦石 對 然後那一個是石壁1 這邊是這個是石壁1 然後是石壁2 這是石壁2 然後那是石壁3 這邊還有一個石壁3 然後為什麼它叫做 那個孕婦石 是因為它長得像孕婦 它長得像孕婦 所以它就變孕婦石了 喔這樣子 它這邊都有說明喔 這邊都有說明 你說捏捏肚子 嗯 它說它這邊的這些遺跡 其實都是由人工的方式去雕塑出來的 所以這個保存真的不簡單 所以它是很多年前就保存下來 對啊 現在讓我們也到都蘭國小了 好可愛啊 哇 都蘭光海平台非常空曠 看著海放空真的很療癒 這裡的階梯平台都是紅色的 拍照拍下也非常具有特色唷 可惜之前在IG搜尋的時候 有看到光海平台一旁有大鞦韆可以玩爽 哎呀 但是後來就拆掉了 不過一旁還有有趣的望遠鏡 可以挑望四周十分有趣唷 所以蘭光海平台也是一個適合來放空的好地方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介紹到這邊啦 好 如果希望我們去哪邊 介紹什麼的話記得 訂閱 留言 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是忍忍忍 我是微笑娃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